尤其總統府憲兵還微笑筆葉 貫難哭窮 兩萬嬌寶 請問你為什麼要攻擊憲兵啊 為什麼要攻擊憲兵 他是攻擊總統府憲兵的男子柯明露 被問到為何犯案 竟然 我就不拍了 因為我們在跟我們拍 搶 他26日傍晚企圖闖入總統府被制止 竟然拿石塊和狼頭丟至憲兵胸口 還好憲兵穿著戰術背心沒有受傷 他當場被制服 移送法辦 檢察官訓後 易妨害公務 傷害等罪 預令他5萬交保 但他說沒錢 檢察官因而降低保金 該為2萬交保 東新聞 台北報導